波波医师的问题持续在国内掀起讨论 雄强科医师苏伊峰在脸书po文指出 某一家海外的牙医班待办业者 竟然在招生文宣上写出 有多位到英国实习的台湾泰国牙医 工作三个月就被拒 找其他诊所医院也被拒收 而反观卫福部却掩拟开放 让这些波波医师到偏乡实习 也让他很酸 台湾人命不值钱 不论是操作器材还是急救训练 波兰某医学院国际班课程看来丰富多元 却被提报这些训练根本不被英国承认 医师苏伊峰在脸书贴文指出 有海外牙医班待办业者 仿佛吃了诚实倒沙包 在招生文宣写出 有多位到英国实习的台湾泰国牙医 工作三个月就被拒 找其他诊所医院也被拒收 波兰西班牙实习远远不够英国现金要求 反观卫福部却开放 让他很酸台湾人命不值钱 据我所知道 有一些是因为看病人的技巧 可能还没有达到在当地国家的标准 而现在波波牙医除了实作训练程度备受质疑 也遭本土牙医团体抨击 卫福部沿临启动的偏乡计划 开放波波牙医实习 会排挤本土牙医的学习资源 而卫福部长邱泰源对此承诺 收定偏乡计划文字内容 会以本国学历优先 开放50名 这个过去就是一直都是这样子 未来也不会增加 而且去的是一定有执照 我们现在有一个课程 叫做临床技能训练学 那如果国内的学生 要去实习前 必须要通过这个海归学生 是不是也应该要考虑这个 然后才能进入实习 这个才能够确实为病人的就医安全 做原格的把关 如何兼顾本土跟海外医学生的权益 以及民众就医安全 仍是一道难解习题 这是您干人第一次报道